相比之前,只要说到乙肝,大家都躲得远远的,生怕自己被传染,随着世界科技不断在发展,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,之前可能碍于乙肝的传染性。 很多有这种病的女性都不敢怀孕生子,更别说母乳为养了,也有很多人,因为无知,葬送了很多鲜活的小生命。 一肝,先来了解一下这种病症,这是一种病毒性肝炎,传染源主要就是该病症的患者和携带者,它的传播途径大概有三种,血液,母婴和性,母婴作为其中一条主要传播途径,生一个孩子对于该病的患者来说,就是一种奢望,即使阻断,医疗科技的进步,把很多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 现在,只要在宝宝处生后的12个小时内,注射医肝疫苗和医肝免疫球蛋白,就可以使一个原本要被这个病症困扰一辈子的宝宝,变成一个健康的普通人。 这一点成为了多少人的希望,喂养问题,为了让宝宝更加健康的成长,给孩子喂母乳是很多妈妈都在做的事。 六亿该的妈妈同样也可以做到,在宝宝平安生产,并打锅上面提到的阻断剂之后,宝妈是可以对宝宝进行母乳喂养的。 但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,母乳喂养注意事项,由于这种病毒是存在于血液之中的,所以很多妈妈会担心,病毒通过血液进入到母乳之中,对宝宝产生影响。 在出生后及时打过阻断剂的宝宝,在体内已经产生抗体,所以不用害怕病毒对于孩子的影响,母乳中虽然具有病毒,但是存在的量很少,几乎没有什么影响,而且病毒是无法通过消化道进行传播的。 但是要留意的是,宝宝和妈妈的个人用品尽量分开使用,在喂奶前,最好将手和乳头清洗干净,在宝妈的乳头发生剧烈,宝宝的口腔,或者未尝到有伤口时,最好暂停母乳喂养。 平时可以多留意宝宝抗体含量情况,以别及时应对,宝妈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直接喂养宝宝,因为这种方式还是存在一定风险。 如果宝妈本身的病毒含量较高,是不建议用母乳来喂养孩子的,毕竟现在很多奶粉的配方,都在逐渐接近母乳,没必要平添多余的风险。 宝宝健康长大才是最重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